大家好,早兩天 那時我就說4月中升上來 這個上升趨勢並未改變 到這裏開始指標上有改善 遲一個審慎樂觀的態度 話口未完一個多小時 開市就裂口上升,創新高 究竟市場發生甚麼事,或者之後會怎樣呢? 今天就做一個簡單的更新 大家留意本影片的內容 純粹經驗分享和價格的用途 並非投資建議,大家要小心求證 衡量風險才要投資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影片 記得按LIKE和SHARE 最緊要不要忘記訂閱 以及按旁邊的鈴鐺 愈多人LIKE,愈多人Subscribe 我就要同類的影片 為何那天裂口大聲破頂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就是 途中這宗新聞 ASML 是一間很重要的半導體光刻機的企業 CFO發表了一些言論 內容就是它對於台積電 對它的訂單有一個很熱切的需求 需求很大,令市場對於半導體的行程又再次刺激 另外在同一天,加拿大央行開始減息 加拿大是G7 國家,即發達的國家 是第一個國家開始減息 為何這個重要呢? 就是因為大家會覺得G7這幾個國家 他們減息開始的時間是有一個協調性的 如果加拿大開始減息的話 其他G7 的國家會開始考慮減息 或者開始進行減息 G7 的國家是包括美國的,這是很重要的 之後歐央行也開始減息 不過昨天他們減息的時候 然後拉加德所說的是 譬如7月減不減都要很 depend on 通脹的數字 它的意思是之後未必一直減下去 這個市場解讀為一個hawkish cut Terms 是有些矛盾 但總之就是現在是先減少少 之後見步行步 不是大家所想的那麼激 所以美元指數在歐央行減息之後 其實反而是跌少許 你想想,歐元區的減息其實是不利歐羅 即是歐羅應該是跌的,美元指數應該是升的 但結果歐羅是沒什麼跌 反而是微升,美元指數是微跌的 這封美元指數的日線圖 你會見到其實中短線的趨勢 一直向下是越來越弱 開始穿一些重要支持阻力位置和200天線 為什麼美元弱? 就是因為美國的經濟數字都是偏弱 不論是就業數字,採購經理人指數 諸如此類的數字是一路變弱 令市場對於美國的減息預期也不斷上升 這是十年債息的日線圖 大家會見到在星期四這一天 即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標普500指數跳空然後破新高那天 其實是十年債息破了 這個約4.3厘的一個重要支持阻力位置 是突破向下的 這也是大市創新高的原因 我們看看大市指數的圖表 之前這一部分的技術分析 你看回上一次的影片 我就不再重複了 總之星期三突破高位,創新高 然後星期四成交低,沒什麼波動 最主要我想大家都想等今日的大飛龍數字 但仍然保持在一個絕對新高上 後面破了之前說的5月23日這個高開低收的大幅度下跌 這個突破如果今天出了經濟數字之後都能保持到的話 這個上升趨勢基本上就確立了 所以繼續看Bullish 納指走勢更加強勁 因為推升大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半導體 半導體在納指100中是非常之權重的 所以納指直接受惠,直接破頂 原本就以為在這裏很確定,結果一單消息就可以衝上去 所以我之前都說的是我們抱一個審慎樂觀的態度 要做倉,不要什麼都不做 如果不是的話,你在這裏什麼都沒有做到的話 這個升幅是很顯著你的倉的回報會大打折扣的 這個是道指,你見過走勢是沒有標普和納指那麼強 因為裏面有很多周期性的股票 美國的經濟數字開始變弱,對它有不利的影響 但anyway,之前說過在這裏有一個喘定,開始一個足底的狀態 在這裏真的有些阻力,你會見到不同的移動平均線 壓制著這裏,升幅會比較緩慢 因為整體的大市傾向Bullish,所以它也有上升 但是就會跑輸之前的兩個指數 所以我之前說如果做指數來說,道指並非我的首選 現在它去到這裏,還有一關要過就是5月23日的大幅度下跌日 我將這段的幅度用一個綠色格畫出來 這個區域仍然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所以道指是困難重重的 羅素軒指數走勢都是傾向弱 之前也提及過,這兩天標普男子是闖身高 羅素軒指數基本上都有升,但真的沒有什麼表現 昨天甚至跌得也比較多 長線趨勢都是弱 有些人說市場最大的隱憂就是大市指數破新高 但內部的市況都是很差 Bullish 500指數,50天線,20天線上的股票比率 仍然是低於五成 這個市況差的情況就是類似2021年後段的情況 令到很多人擔心 但從TradeWallice的角度來說 大市指數,即Benchmark,是Bullish 500指數創新高 指數創新高,技術指標沒問題 就不會突然間貿然整個市體淡 No.1 No.2 既然市況比較狹窄 或大型股,偏向跑贏 選股方面就要比較審慎 選股如果有得選擇的話 都是盡量傾向選擇大隻的企業 他們受惠的機會會大些 以及真的要選擇一些有主題 或是有表現,技術上比較好的行業去做 就不要貿然去撈底或摺下跌的刀 或者我們見到一些原本領先的界別 走勢原本很好,但在這波調整 突然走勢變壞,跌很多 或是跌穿一些重要的支持阻力位置 移動平均線,這些就要特別小心 我們可能要將自己的倉位做一些轉換 這樣才能持續跟著大市 甚至是跑贏大市 黃金因為G7國家開始減息 對它來說是利好 原本我以為跌到這裏做一些像 像貓幅一樣的東西 可能是利淡 結果這裏是站得住的 去到昨天甚至是突破這個區間的高位 既然它突破了這個高位 就要看這裏是否能持續 如果能持續有Follow Through 即是這裏是一個高位阻力位置 這是2430美元左右的高位阻力位置 就是一個高位阻力位置 就是一個高位阻力位置 今價再一次進入一個Bullish 的走勢 但今天出現飛龍數字之後的走勢非常關鍵 這就是我們觀察的重點 白銀昨天的反彈非常強勁 但波幅非常之大 非常之難於交易 這一個大約30美元的Undercut and Ready 是否一個假突破呢 今天也是一個關鍵觀察的重點 但你問我的話 我對於今價的信心就會大於白銀 銅價仍然是一個調整的階段 這兩天的反彈傾向弱 還有中港股市其實反彈暫時是佛力 因為兩者都有一個高雙彎道 而且它之前的升幅是比較多 有少少拍物線式的走勢 我覺得銅價的整固可能是未完 技術上,上面還有移動平均線的壓制 當然這些金屬,金銀銅也很高雙彎道 如果金銀走勢變好,它也會跟 但未必跟足 我暫時對於這個資產會抱一個觀望的態度 油價中線下降的趨勢已經形成了 這裏突破向下非常大的下跌動能 這兩天的反彈,成交傾向弱,幅度不大 未有改變性,即是中線下降趨勢並未改變 最近還比較批頭的是OPEC 即是沙地那些國家 在油價跌得比較慘的情況下 還在說之前的減產協議會停止 即是停止再減產,即是增加產能 這對於油價是會有更大的壓力 當然油價繼續向下對於通脹的壓力一定是一件好事 現在只要在Interactive Brokers 有個帳戶 並且帳戶的資產增值超過10萬美元 而如果存有多於1萬美元的美金 就會有4.83厘利息 比起很多券商或銀行的利率還要高很多 Interactive Brokers 亦可用低至1000美元的入場費 可以直接買到美國國債 更加可以投資世界各個不同地區的股票市場 例如最近非常表現好的日股和印度股市 你利用 Interactive Brokers 便可直接買賣,十分方便 除了債券、股市之外 Interactive Brokers 亦可投資期貨市場 大家只需要有一個交易戶口 在 Interactive Brokers 便可利用各種不同的資產 去建立一個最適合自己的 portfolio 如果想知道更多 Interactive Brokers 的資訊 可以按照畫面上的連結 或者點下方的 description 連結 它了解更多,大家只要按進去 就算甚麼都沒有做過 已經是對這個頻道有一個很大的支持 好,我們說回個別股票或sector的事情 NVIDIA 的走勢對於大市是至關重要 因為剛才說了,ASML 的新聞 以及再之前黃仁芬所說的 它說了很多一系列的 AI 的發展 包括半導體的發展 即是需要一個不斷的更新 持續一個很長期很大量頻密的大量半導體的更新 或者製造是一個長線的趨勢 這對整體半導體行業是 bullish 還有它說其他東西 包括 AI 的 Personal Computer 還有 Robotics 這些都會成為今後的重要主題 NVIDIA 昨天的走勢 高位稍微調整,成交量有些增加 這裏都要留意它在絕對高位時 頻頻都有些調整,成交增加 即是表示這些高位是有人出貨的 最近有一個消息說 Paul Taylor Jones 都在高位不斷減持 NVIDIA 真的很難說這些基金是一個倉位的調整 還是真的體淡 不過這是要留心 當然去到越高位,獲利盤會越多 它會越傾向調整 尤其是超買的情況 也維持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如果 NVIDIA 有些崩盤式的下跌 是會拖低大市 令整個大市會有深一點的 correction 不過 As long as 調整或 pullback 是有秩序的,幅度不大 不是驚嚇式的那一種 對大市未必有很大的影響 半導體行業是我們持續關注 而 Asml 都是在我們頻道的看見 有它的股票 我在這些位置已經開始留意 Asml 結果它是完全順利 play out 那天發出 Asml 新聞 是單日升近9% 這些是一些非常成功的交易 台積電直接與 Asml 相關 都是表現很好,突破新高 ARM 我在這個YouTube 頻道也有提及 我提及了一個 Change of Character 一個上升,非常高幅度 高成交, pullback 時很 shallow 成交很少,一級一級上 是一個很 constructive setup 開始 overcome 所有移動平均線的壓債 突破阻力的位置 尤其在這裡非常值得考慮介入 結果非常順利,升幅非常好 Broadcom 也是一個大型半導體股票 表現都非常好 比光 High Low into Resistance 在星期三大幅度偏高成交,突破高位 這個走勢都是良好 二線D 我忘記在這裡還是 Patreon 提過 這隻 NPWR 這隻股票在四月跟大市調整下來 插得比較深,然後很快快速 升到前頂 這些是很重要的 Change of Character 更重要的是在五月大市 好像有少許 pullback 時 其實它的 pullback 亦不深 去到綠色這條也天線 這些位置 你會見到有兩支很長的 Lower Wick 的 Candle 即表示這條是一個很強大的支持 這些是一些強勢的表現 結果這兩日表現都非常好 整個 chart pattern 都是比較 constructive 的 就算最弱的 AMD 你會見到近期都有一些真正 constructive 的調整 移動平均線匯聚,波幅收縮 你見上升的成交日 即是綠色的柱 是大於下跌,即是紅色的柱 開始做了一些密集的整股 當然它可能是爆上或是爆落 我照看技術指標,包括 MACD 是一個 Bullish 的 Signal RSI 也是一個 Bullish 的 Signal 我就會猜它向上突破的機會 是會比較大的 當然向下突破你就不要參與了 但市內各大界別 我之前特別在 YouTube 提及過 Communication Services 非常強 這個排序就像上次一樣 我跟著 RSI 相對強度指標是排序的 跑贏,標普五百指數,這麼多的界別 其實就是 XLC 究竟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首先就是 Meta Facebook 在這裡我提示了 Setup 結果就 Gap Up 突破所有移動平均線 在星期三 Gap Up 跟著大致升 這一日是 Strong Close 這個收市位是高於這一日 即是這一日是業績之前 這一日是業績後 出完業績後有一個大裂口跳空 其實一日就見了底 那天是什麼事呢? 其實這隻 Meta 的業績是不錯的 只不過它就說會增加投資 又是講完宇宙的一些 令市場不高興 結果就有一個這樣的 Gap 這日收市收到這支 Bar 的 Close 之上 所以這個這麼大,這麼強動能的 一個向下 Break Away Gap 已經完全修復了 同時這個 Gap Up 跳在 50 平均線上 這個亦是有一個 Significant 裂口 即是這一堆東西 下面這些不好的走勢 已經變成一個倒形底 即是 Island Bottom 所以 Meta 的技術走勢 變得非常 Constructive 另外,Netflix 我在綠色 Box 這裡有提示 有 Setup 在這個市場在六月初 有 Semi 的整固時 其實它是截至向上的 近期仍然保持到一個非常 Constructive 的走勢 黑色線這個前突破高位的位置 仍然保持到 Communicational Services Sector 這麼厲害 其實電訊公司也是英記一工 這個是 AT&T 近幾天的走勢非常強勁 TMUS 也是非常強勁 Reddit 我在 Channel 中 都非常頻密地提過 它是屬於 Community Services 的界別 它近兩天是一個顯著的突破 它之前做了一個紮幅 像 Blue Fact 的走勢 這裡是整固時非常密集 成交收縮 這兩天是一個顯著的 Range Expansion 是向上的 非常 Bullish 的走勢 這已經是向上突破了 至於為什麼會突破呢 有一位很好的網友告訴我 原來又是跟 AI 有關的 因為大科技企業要訓練 AI 他們會訂閱 Reddit 他們會用裡面的資料去訓練 AI 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是有關係的 連帶其他,譬如 Pinterest 都是同一個界別 都是有一些非常 Bullish 的走勢 下一個表現好 又相關 AI 創新的主題就是 Robotics Intuitive Surgical 是醫療設備 關於 AI 和 Robotics 的概念 近期的走勢非常強勁 另外這隻 SYK 也是一隻千億市值的大企業 做一些醫療設備 最主要就是腦外科和骨科的醫療設備 裡面亦有一個 AI Robotics 的概念 近期你會見到在黃仁芬說完後 它的表現是特別好的 這些位置有設置 我是在 Channel 裡面標示過 有提示的 連這隻 Honeywell 千億市值老牌籃籃工業股 最近的表現都是非常強勁 衝上去 大家要留意 近期 XLI 即工業的界別 整體因為經濟數據弱 整個行業邊很差 是向下突破的 很多工業股是跌得很金 但這隻 Honeywell 表現特別好 我做了一些調查 發現它是有一個工業 Automation 的概念 又是關於 AI 事件的 關於這些主題 其他股票更詳細 我在 Patreon 頻道內 會有詳細說的 其他概念 Crypto 相關的 我提及過 Robin Hood 我在這裡已經開始說 已經升了很多 走勢非常強勁 Coinbase 也是走勢非常強勁 說完好的就說壞的 我會看到近期有些行業或主題是變弱 舉個例,同礦股近期的走勢比較弱 到這一天,即星期二 它有一個高成交跌穿50天線 Gap down 這些是一些危險的走勢 雖然這兩天是有些反彈 rebound 但我對它不太信心 這些我認為是要避一避 先看清楚,不要亂摺刀的行業 另外航運股似乎都開始進入調整期 例如這隻 SIM 集裝雙船的股票 在這個 Build Up 我認為是非常 bullish 我是有提示的,它升了很多 這個位置是12元,升到最高位很近24元 差不多升近一倍 這個Spring 我認為是結束了 開始進入一個中期調整 即整個趨勢未必是結束 未必是再進入紅市 但這個中期調整是可以好心 這隻股票的波幅是非常之大 剛剛星期四這一天的走勢是極壞 首先是超大的成交,超大幅度的下跌 昨天是跌18.7% Gap down 兼大幅度的下跌 技術指標全部都變壞了 所以這個是要避開的 千萬不要接兜,非常之危險 有興趣都要看它跌定 GEOGL 也是之前一隻非常領先的行運股 你看它之前在2024年到現在是升很多 9元升到15元 最近它出完業績之後 其實是有一個大成交,大跌倒 這些情況是很常見 舉個例,META 也很常見 但如果行業或公司是不錯的話 很快會回復 其實它也有些回復 到這裏,近期是很好的 但去到近期是一路向下 甚至去到昨天,它又是開始穿50天線 這些是危險的走勢,應該要避開 如果有興趣的話,要看它跌定 不要在這些位置入場,是危險的 另外,開始進入調整期 或者走勢開始變弱的一些界別 AI Center 電子設備和電力設備 這個 Center 似乎是進入調整期 這隻VROT 是非常強勁的股票 你見2024年它已經升了一倍 最近這些 Correction 去到昨天之前 你掌握著最後的G Bar 你永遠不知道這些 Correction 會不會是這一種 去到紅色這條50天線便會彈上來 去到這裏,我仍然要觀望 因為整個 Sector 實在太差 而且這一段拉下來 跟這一段很不同的地方就是 在這個下跌的過程中,成交量是很大 而這一段上升的成交量是偏少的 跟這裏不同,你看到這一段上升 成交量是偏多的 所以這一段上升的力量開始弱 下跌的力量很強 沽壓是很重,下跌動能高 去到昨天也不用想了 這一棍這樣穿50天線 這麼高成交,非常危險 另外一隻電力設備股 這隻Ethan Corporation 亦有VRT 相同的現象 這一段上升成交很低 這一段上升成交是高很多 再看看技術指標 這裏 Higher Heights MACD Lower Heights RSI Lower Heights Berish Divergence 這裏下跌下來這幾棍 幅度非常之大,成交非常高 下跌動能非常強 去到星期二,其實這個穿50天線都不用看了 很危險 有朋友在這裏沽了 然後星期三反彈,痛心疾首 會不會被震走了 其實星期四已經證明了這個危險訊號是VALID 再次下跌,收市位甚至比星期二更低 這幅圖我想帶出的訊息就是 如果你是做Trading,超長線投資的就不是討論範圍 如果你是做Trading,Position Trading也好 Swing Trading也好 面對這些危險的走勢一定是離場的 千萬不要設定下跌,一設定下跌就很危險 因為這些已經升幅非常顯著 大成交,高momentum下跌穿50天線的走勢 發生了,更加在50天線下的 更惡劣,更大幅度下跌走勢 往往是在之後發生的 女士不爽,今次的更新就是這麼多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詳細的大肆個別股票評論,招致Watchlist和教學 會在Patreon Cup Trading Pro發表 網址是www.patreon.com.chartreader 如果大家對期貨交易有興趣 想了解當中的教學,交易的分享 甚至更多詳細的Seasonality Communer Traders Report 多種不同資產的數據 很歡迎大家加入Cup Futures Trading 網址是www.cuptrading.net.futures 好了,今次就說到這裡 希望這條影片對大家有用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